多謝大家繼續支持 去到講這一場 曼城對水晶弓 上半場要落後 全場逆轉反勝,曼城贏4比2 這場球當然也是有做Patreon的預測 一來,我就在理據上講 上半場水晶弓會領先 曼城上半場會落後 曼城下半場是要追 追不追到呢? 追到的,不會輸 但講到要逆轉反級 就要看哥迪奧娜的調動 或者戰術好不好 所以總括而言 我都是猜曼城坐和望贏 只不過是猜上半場曼城會落後 結果上半場完了 都已經幫了很多會員 那為什麼我會這麼容易猜中 上半場曼城會落後呢? 很簡單的 水晶弓打穩手反擊 要偷計一定是等最有體能 反擊速度最快的位置 即是上半場 水晶弓反擊速度真的快 所以只要曼城那邊有問題 例如不夠體能 不夠精神 就很容易上半場落後 而比賽之前 又真的發現到 曼城無緣無故周中 走去巴塞那邊打一場慈善賽 科登打正選 馬列斯還要打足全場 回到英超又是他兩個打正選 不累就出奇了 很多人都說 馬列斯今天是狀態一半 所以就猜中水晶弓上半場領先 就真的不難 雖然水晶弓周中都要打聯賽杯 但水晶弓是做了大幅度的輪換 相反曼城出戰慈善賽 是出了正選 所以曼城回到英超 搞到這麼危險 就是因為無緣無故走去做善事 做善事我們絕對支持 但是可不可以選個好日去做善事呢? 球季開始的三場球 是正式的賽事 無緣無故做善事 主辦單位就解釋 這場慈善賽是為了研究 罕有病 ALS 去籌集資金 本來想著是上一年的暑假打 誰知道狀態疫情打不到 就唯有撥到今年暑假打 但是今年又為了遷就世界杯 所以所有球隊提早集份 提早打熱身賽 又虧不到時間打這場慈善賽 唯有等到開了季才打 我就可以建議這樣 不如世界杯之後打 反正你都遲了一年 你不差再遲多幾個月 世界杯決賽始終是兩隊打 世界杯決賽之後那一兩天 或者之後那四五天 其實很多球員已經有空 或者放假 你決賽之後 球季重新開始之前 你這一段日子 你找一日去打 你又可以當是 被世界杯期間沒有比賽的球員熱身 一舉兩得 你如今選八月尾來打 就要這個曼城無緣無故 周中打多一場 作一下巴賽回來 周居雷頓 打英超一開球 真是發夢 開球三分鐘 真是落後 沒錯 曼城第一個失球 是死球擺烏龍 史東斯欠運氣 但是曼城今天一開球 真是發夢 水晶宮後場猜球 曼城沒什麼壓迫 唯一開球三分鐘 這個夏蘭特當時 還是冷冷閒 就這樣被人輕鬆向前斬 入到禁區 這個艾達神衝出來 脫手 空緩狀態 簡歇路唯有被迫要犯規 輸了一個死球 所以你可以說是一連串的發夢 犯錯 而導致這個死球 再導致這個失球出現 去到20分鐘 被水晶宮拉開紀錄 落後到0比2 也是曼城自己的犯錯 首先 控球在腳都壓著對方來打 但是 霍加就竟然 好像雙鴻匯的阿洛 太過心急 就亂斬上去 一失了 被人打反擊出去 水晶宮就駁到角球 再曼城的防守角球區域聯防 完全沒有人馬安達神 輕鬆頂入 有人問這球球 获加是不是變形系統超負荷 太過早入了中間 不過其實今日水晶宮 是收縮得很後下 連虛張聲勢壓迫都很少 所以其實變形系統超負荷問題 並沒有表露 获加這個失控球權 是輸反擊 純粹是他自己心急失誤 和戰術沒有關係 不過 曼城上半場入不了球 不過就和戰術有絕大關係 因為 又是用了亞軍模式 這個左邊進攻點 不拉邊 一早入了中路 簡歇路 又是一條左邊邊線打完 如意算盤 當然就是想著簡歇路衝上來 扮演左邊進攻點 但是今天他始終是一個左後衛 而且今天最重要的是他很擔心 會被水晶宮打快速反擊 所以簡歇路面對密集的時候 他根本都不敢長期站到最前的進攻點位置 拉邊 他只不過是好像Wingback位 在邊線那裡 再加上科登 是沒有這個進攻點拉左邊的站位 就令到曼城左邊欠缺突破力 只可以靠拉右邊的馬列斯 但是馬列斯上場為了慈善打足九十分鐘 而且年紀都大大的 他今天又是沒有什麼狀態 沒有什麼突破力 搞到曼城兩邊都沒有突破力 兩邊都沒有突破力 所以迪布尼的直線都變了沒有什麼用 間接搞到迪布尼的直線是斷纏 面對密集兩邊都沒有突破力 就注定老鼠拉歸了 所以最大問題當然就是年輕力狀有速度的科登 竟然是沒有發揮到拉邊邊線的速度 反而是移入中路那裡引了贏 面對密集的時候 邊線進攻點不拉邊背著龍門 站到Half's Bay那裡 一早都說過是沒有空間發揮速度和突破的 其實科登站的位置是要等到快攻或者反擊才有用 但是你對著水晶弓 收縮防守區域的水晶弓 曼城又多可打快攻或者反擊 那為什麼哥迪奧娜最近不停叫科登不用拉左邊 不停玩亞軍模式呢 有個可能性就是 曼城今季唯一的速度型邊線進攻點就是科登 你不停叫他拉邊線衝刺 遲早打死他 唯有叫他多入中路不用跑 但也有第二個可能性就是 哥迪奧娜純粹覺得科登是有中路的創造力 所以就叫他多點移入中間 不知是哪個可能性 但總而言之結果就是破壞了曼城的基本風格和破密集能力 去到下半場 哥迪奧娜其實一直都是抱著亞軍模式並沒有改變 所以繼續都是沒有破密集的組織 科登有個助攻 其實是單一化明媚明媚做出來的方法 這個迪布尼右路大腳斬入禁區 太過大力過廟 科登在禁區裏邊叫做撿到這個錯誤的傳中 再斬進去撥一撥 是偶發性的機會 也是要靠夏蘭特的頭錘屈肌 以往曼聯很多時候都是用這些方法去贏 先後找盧卡古、斯朗去做什麼 去做遮醜報 而且曼城可以追上來 都要多謝水晶宮九手必失 教練韋拉調動今天是有問題的 一路看著自己前面的反擊力 越來越低 越來越沒有體能打反擊的時候 他都只是增加防守中場 遲遲都不跟換進攻點 反擊又越來越慢 越來越少打出去就九手必失了 被曼城反擊3比2才跟換前鋒 太遲了韋拉 所以才給了機會 亞軍模式的曼城可以趕上來 而且曼城的入球 都不是靠整體戰術破密集 而是靠夏蘭特屈肌 難怪為何要把水晶宮九手必失才屈肌 你想想 上半場夏蘭特屈肌 等到下半場夏蘭敵才屈肌 上下半場曼城戰術相同 這個角度更清楚看到 曼城今天拿3分 真的要靠水晶宮去到下半場 沒有體能九手必失 沒有反擊 才可以 即是要靠水晶宮的教練 韋拉調動得不好 去到52分鐘追回第一球的時候 很可能經意見到 就是水晶宮收縮的時候 疲勞 沒有反擊 水晶宮收縮防守區域 小學雞防守不擴張 全部人進入禁區中間 小思華很輕鬆 就可以在禁區邊緣拿球 都沒有人理他 還很輕鬆可以很容易推入禁區 甚至乎之後一路推進去 這個水晶宮的後防球員 都是出現了半送禮的防守動作 小思華今天打中場中 狀態是不錯的 但是他這個入球 都是要靠對手和靠運氣 明明兩個人都看著小思華 根本肯定沒有可能 有推進禁區中間再射門的空間 誰知 水晶宮的10號仔伊斯 無緣無故追追突突然站在不動不再追 被小思華突然出現推進路線和射門路線 伊斯或者想著 他是逗回位來看overlap的獲加 但是很明顯他選錯了 不是他看獲加的 應該是米素爾看的 伊斯是最近小思華左腳那邊的人 是要伊斯繼續追著小思華的左腳 所以伊斯不動是一個半送禮的防守 太容易被小思華突然推進禁區中間射門的機會了 不過當然小思華射門的時候 最後是靠運氣才進入 是射門改變方向折射入網 第二球球偶發性明迷明迷說過 之後雖然看到科登多了拉左邊 但其實科登拉左邊 都只不過是因為他去到下半場的中段 透過調動他扮演了簡歇路的左後位位置 所以其實後備入體的艾華利斯才是真正的進攻點 但是艾華利斯就即是不拉邊 因為科登一條線左後位打了 那就是說艾華利斯又是一個不拉邊的進攻點 整體的戰術和上半場根本就沒有分別 換湯是不換藥的 同樣都是亞軍模式 一樣都是進攻點中間隱形的 第三個入球是各球來的 跟整體戰術沒有關係 最多只可以說是一個挺有心思的死球戰術 這個入球不可以歸攻亞軍模式 而且都要靠水晶弓狗手必實 水晶弓落後了 被人反擊了 被迫在沒有體能的下半場情況都要壓迫 曼城才這麼容易可以打快攻比夏蘭特屈多一鑊 打快攻這些不是面對密集 即是又不可以歸攻於亞軍模式 最終你還沒見到 曼城反勝這場球和亞軍模式沒有關係 是要靠對手調動差 是要靠對手狗手必實 是要靠運氣 以及靠夏蘭特屈基 和哥迪奧納的戰術沒有關係 所以今天拿三分不是靠哥迪奧納 曼城已經連續兩場英超欠缺說服力了 哥迪奧納今天贏了球 更加未必會之後反省了 會有什麼影響呢 記得Patreon片尾彩蛋繼續留意下去 給多點Like 多點Like的話我的影片才被推送 Subscribe完之後按鐘仔 早點看我的影片 都可以幫到Channel增長 多謝大家 如果你想對於何榮的堅持 去作出實質性的支持 你可以加入Patreon 其實港幣40元都不用 就很幫到手了 已經聽完所有YouTube可以聽的片 也有片尾彩蛋 還有獨家的Patreon節目 包括預測和其他的節目 當然就是沒有廣告 7元美金的話 再加上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收到賽前的陣容 再有30分鐘的直播預測 9元美金 就直接有精裝版的微觀昇華同步 現在的微觀昇華同步 就到精裝版了 是會對比本周所有的賽事 去來一些更加清晰更加精闢的評論 是不會重複賽後平當中講過的論點 是有更加多額外的 更加深層次的分析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 如果你是沒有信用卡的話 不要緊要 你可以裝一個拍著照 即是Tap & Go的程式入手機裡面 或者八達通App入手機裡面 然後你就去便利店增值 就可以當信用卡這樣用 多謝大家了 拜拜